听上帝的更重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下凡哥哥很开心 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小朋友 上次我们提到 那个瞎子看见的故事 你还记得吗 那些宗教领袖们的法利赛人 既没有为那个瞎子 可以看见而欢喜 又没有为看见了神迹而欢呼 倒是一再地找耶稣的错处 被医治的瞎子 用法利赛人的教导 反过来去问这些人 他们就开始自相矛盾地吵了起来 看起来本来是可以看见的 反倒像一个瞎子 而原来那个是瞎子的人 现在却又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 而且也相信了耶稣 耶稣继续带着门徒 还会做一些什么让人惊奇的事呢 又会有什么特别的教导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耶稣知道这些宗教领袖 一直想要抓他的把柄 但是他们当中 又对这些事有不同的意见 因此短时间里面 还不会有什么纵作 耶稣也不想理会这样的争论 他就带着门徒离开这些人 当然 除了那原来十二个门徒之外 他们随着这些神迹和教导 又有更多的人想要跟随耶稣了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 耶稣又从他们当中 找出了七十二个人 派请他们出去 每一组呢 两个人 先去前往他即将要去拜访的这些城镇 耶稣要他们去 可以先到这些城镇当中 安排大家的住宿休息等等 也可以预告他们即将到来的事情 希望当地的百姓可以预备好自己 来听上帝的道 耶稣在派他们出去的时候 特别提醒他们说 该要收回的庄稼很多 可是工人太少 所以大家就应该要恳求农场的主人 赶紧多派一些工人 好把农作物可以及时地收回来 你们去吧 我就是要派你们出去 将属于上帝的好作物趁机给收回来 只是你们去到他们当中 实在像是小羊放进了狼群里面 要凡事多加小心 记得你们不用带钱包 更不用带旅行带 不用带多的鞋子 也不要在路上停下来 随便地跟人家打招呼 耽搁你们的行程 你们要直直地到 那个即将选定的那一家 就先对那一家的人说 愿你们一家平安 耶稣的意思就是要让这些 被选出来的门徒 一去就到特定要接待 他们的家的那边去 好去问候这些人 还特别强调 如果那一家人对他们很友善 愿意接待他们 就可以为这些家人祝福 那这些祝福就会真的领到他们 如果他们选到的那一家 不愿意接待他们 那这一份祝福就留在他们自己身上了 特别耶稣还勉励他们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欠了谁 或者以为自己像是讨饭的一样 这乃是他们在做天父的工作 所应该得到的照顾 去到那里就安心住下 不需要一直找其他的落脚的地点 耶稣还教导他们 在什么地方 人家预备了什么 就安心地吃用 并且为当地生病的人祷告 告诉他们上帝的国 就要来到他们当中了 如果被那些城里面的人讨厌 甚至赶走他们 就要他们在那里的大街上 大力地踏脚 把脚上粘到的这个城里的泥土 全部给剁下来 大声地告诉这些人说 他们自己拒绝了上帝的警告 所以他们这里将来的下场 会比过去被天上降下火 毁掉的索多玛城还要可怕的 这些拒绝他们的犹太和以色列的诚意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下场 是因为耶稣已经行过这些神迹和教训 要是在那些外邦的地方 就像是这些曾经被审判的 推罗或西顿这些大城市里面 他们早就回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了 可是这些原本就知道上帝的人 却成为拒绝上帝的人了 那更是应该受到更大的处罚了 耶稣继续告诉那些被选出来的 72个门徒说 去到那里 在那里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 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 拒绝我的也就是拒绝差遣我来的那一位 这也就是说他们拒绝了上帝的意思呢 这72个门徒听完耶稣的教训 就照着耶稣的意思去到附近许多村庄 安排好了以后就高高兴兴地回来 向主耶稣报告说 我的主啊我们借着你的名说话 医治和发命令赶走那些害人的乌鬼啊 没想到连这些鬼都听我们的话照着去做耶 耶稣听了他们所说的却没有很高兴 反倒是一脸严肃的对他们说 我似乎又看到撒旦像闪电一样 从天上坠下来的那一幕了 你们仔细听 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 让你们可以随意践踏害人的蛇和蝎子 还拥有胜过那些害人离开上帝的仇敌 所需要的一切力量 自然就没有什么可以随便加害在你们身上的 但是各位啊要小心 不要因为邪灵和恶者 对你们投降害怕而高兴 真正你们该高兴的 是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啊 耶稣正式提醒这些门徒 赶走这些邪灵或治好这些病当然好 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骄傲了 真正该高兴的就是他们 仍然是被天上的上帝所纪念和保护的呢 这个时候耶稣好像受到圣灵更多的感动 从严肃的提醒 转变成为欢喜的语气 对着周围的人说 感谢我天上的父啊 你是天地一切的主 因为你像那些自以为聪明 有学问的人所隐藏的事 却清楚的像那些谦卑 自认没有学问的人启示了出来 是的 我的父啊 这样的安排都是因为你美好的心意 各位 我天上的父亲已经把这世上的一切都给我了 除了我天上的父亲 没有人可以自己知道他的儿子是谁 除了上主的儿子和他所愿意启示他们的人以外 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知道我的父亲是谁 这一段话让许多人脸上出现了疑惑 原来好些人还是觉得耶稣就是木匠的儿子 或者是一位特别的先知 但当耶稣说起自己的父亲就是上帝 这些还自以为聪明的 还在想耶稣所说的自己是天父的儿子 应该还只是个比喻吧 耶稣没有再更多的解释 这时候他转过身 对着他所拣选的门徒 悄悄地对他们说 你们能看见这一切上帝的作为 那是多么的幸福啊 我告诉你们 过去好多先知和君王 想要看到你们所看到的 但是都没有机会 自己亲身看见跟听到 这时候来了一个法律的教师 就趁机想要来试探耶稣 他就说 老师啊 请告诉我 我应该做什么 才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呢 耶稣就回答他说 那法律书上说的是什么呢 你又会怎么解释呢 这个法律教师就得到这个 可以炫耀自己知识的机会 当然是不会放过 赶紧地回答耶稣说 经上说 你要全心 全行 全力 全意 爱主你的上帝 又要爱灵人 好像爱自己一样 耶稣就点点头 对他说 你答得很好 那你就照着这样去做吧 那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的 难道这个律法师 就会这样放过耶稣吗 当然不会 不过今天的尔徒圣经故事 就要先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留下您的感想 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 下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 爱小孩小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爱小孩小你完全追究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我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你你你 爱小爱小我你他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小爱我你你你你 耶稣是爱小孩小 Playing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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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completo